今天我给大家介绍的是6-16枚的浮华机 我手里这款是16枚的 6-16枚它们的外形都是一样的 然后给大家介绍一下里边的製品 这个是一个书面的说明书 这个是充电那个电源线 这个是电瓶的一个电源线 这个是注水壶 这个是喷水壶 这个是使用说明书 这个是除输网 我们在收到货的时候 这五根滚轴它是可以自己调节间距的 我们可以根据自己肘蛋的大小来调节它的间距 如果你敷肘蛋的话可以距离大一点 根据自己肘蛋大小来调节间距 例如鸽子蛋或者鸡蛋可以把它的间距自动调小 这一款是一个16枚的机器 如果我们标注的是鸡蛋是可以放16枚 如果放大一点的鹅蛋或者是鸭蛋的话可以放8枚鸟蛋或者鸟蛋 大概是可以放20枚左右 机器的时候我们这个注水壶的话它是封死的 然后需要您自己拿剪子剪一下 这个注水口是在电机的左侧 然后这两个有两个孔是可以都可以加水的 16枚的话前期的话是每天早晚各加一次水 需要加50毫升 后三天的话需要加80毫升 在这个地方加水就可以 我给大家讲一下控制器 我们在收到机器的时候需要自己先把这个连接器连上 这样连接成功以后翻过来 插上电源 这个就是双电的时候插的电瓶跟电源线的接口 连接电源后稍等几秒 我们这个灯指示灯亮的 这个是加热灯 就是在加热过程中它是显示亮的 这个灯是翻弹灯 这个是设置键 这个是照灯到时候可以看一下照弹 到时候拿着我们的弹可以看一下是不是 发育成功 我们在手动翻弹的时候按一下加号键就可以 到时候这个翻弹灯是亮的 我们看一下 我们这个滚轴翻弹是比较慢的 因为这样对弹是有其保护作用的 我们可以仔细观察一下 它是转动比较缓慢 然后我们讲一下恢复出厂设置 停止翻弹的时候按一下加号键 我们讲一下恢复出厂设置 需要按住加号键跟减号键同时按住 出现三个8 恢复出厂设置成功 我们设置温度的时候按住设置 出现温度的时候可以自己调节上下 完成以后按下设置设置成功 它就会自己升温 最后三天的时候我们要把锄冲网拿出来 到处把这个电源线拔掉 拔掉以后 我们需要把这个肿蛋放到处处网上 把这个滚轴拿下来 处处网是在这个滚轴的下边 最后三天的时候需要用我们这个 喷水壶早中晚三次 各加一次湿